新北市中和区公所举办113年防灾演练 模拟台风地震来袭的时候 中和区公所如何有效的来执行应变 而特别的是在模拟当中是有一个演练 是大楼因为地震发生了火灾 那么消防局就出动了消防机器人来协助救灾 相当袭警 台风来袭台北又碰巧发生瑞士规模6.6地震 新北市中和景和路瓦斯管线发生气体外泄 相关人员赶紧到场 我们瓦斯公司接获通报 北97线道附近瓦斯管线 大家看到已经有漏气的这状况 发生气体外泄并会引发火灾 随即派遣抢修工程车到达事故现场 另一边大楼因为瓦斯外泄引发大火 有人受困其中需要紧急救援 消防人员除了布水线之外 还出动消防机器人协助救灾 我们的灭火机器人 它有175公斤 也可以救灾使用2小时 由一名消防队员来遥控 最长遥控距离100公尺 出水量每分钟3600公升 直线涉水距离超过65公尺 消防机器人它主要是运用在 我们比较大型的一个火场 比方说工厂 甚至说危险性比较高的 一些油草的火警 我们就运用消防机器人 减少人力直接的一个接触 那达到我们灭火的一个效果 新北市中和区公所举办113年 防灾演练 模拟台风地震来袭时 公所紧急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如何有效执行应变以及灾难抢救过程 内容包括了减伤分类 电信抢救灾民收容状况等等 一共集结了民阵 消防 医院 学校 社区等单位一起演练 中和区在各位的努力之下 必定能够防灾大于救灾 离灾大于防灾 我们一定可以把灾害降至最低 不幸若有灾害发生 我也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 跟有这个自信 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好最好的抢灾工作 比如树木倒塌 我那边很多 前几天才树木 那么大的树木 直接倒塌 那我们就必须防灾的伙伴们 他们就要去拒树 把这些树移开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通行 对 因为其实观摩 就会让我们的志工伙伴们 实际的演练 或者实际灾害来临的时候 可以更深入的了结 中和区公所防灾演练 过程紧凑逼真 毕竟多一分准备 灾害来临时 就能够减少损害发生 生命也就多了一分保障 对 你呢 你不过是一个树木经导说 你不过是一个树木荷